玉里镇春日里193仙道两旁几乎都是种稻米 而最近正是收割的季节 农友却发现春日里的农路掏空很严重 而且不止这一次掏空 多年前也发生过 而且这次情形是更严重了 林雅部落头目就向线运员林玉芬成情 希望政府可以重视赶快来解决 农路两旁可以看见才刚刚采收完稻米的稻田区 不过再仔细往前看 农路下方竟然是掏空 并且水泥路也塌陷了 超过100公斤的农机具经过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危险 有啊 你看看 那一边你看有没有看到 那个已经喷下来了 车子很危险啊 那我们做农的人 万一说再骨子 骨子放下来那怎么办 赶快做 林雅芬表示 市人会先去了解目前农路状况 以及这条农路要改是由哪一个单位来负责 希望农友们有一个安全又合法的农路 我们这一条路非常的很坎坷啦 因为有的塌陷的塌陷 然后转弯处的又很窄 那非常危险有时候车子都会掉下去这样子 目前在确认就是可能这个工程跟水泥局有关系 就是水泥局那边有可能会是来施作 所以我们现在在确认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再继续来追踪这样 未在玉里镇的春日里 193县到两旁几乎都是种植稻米 不过近日正在采收农友却发现春日里的农路掏空严重 并且也不止这一次掏空 也在多年前掏空过以及改善过 不过这一次发现掏空情形日益严重 林亚部落头目就向现议员成琴 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并且尽快来改善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